有聲音 各位早晨 今天大雪 看看外面有多少積雪 面向日本海的金澤 位置於豪雪地帶 每逢冬天都會變成銀白色的世界 我就覺得漂亮 但當地人就橙雪橙不停 而且因為大雪 走路都走得特別慢 明明更乾丁市場就在酒店附近 但感覺好像走了很久 終於來到 今天第一個行程 來到近江丁市場 被稱為金澤人的廚房 有餐廳 有賣水產 賣蔬菜 賣水果 很多東西可以在這裡吃 總之找東西吃就對了 現在冬天最有名的就是蟹 現在來到村木商店 看到很多蟹 現在是蟹季節 但是我對於石村園的蟹 並不太熟悉 所以請問一下 我身邊的高田 金澤人 請請 請 請 確實在有很多蟹 對 現在蟹季節 最有名的蟹是哪一處 這就是蟹季 這是蟹季 尾羹 和長羹 哇 大 这里有非常甜甜的地方 中开了有味噌 非常美味 如果你看见这个是香伯焗糕糕吗 是的,香伯焗糕糕 小的小组会不会呆 但它不是很清新的味道 这里有非常味道 这里有很多味道 这里有一个辣kre 这里有一个曹瓦 ここ在用中开了 它是内面的维护 有一个被乱状的部分 那種很美味的感覺 芳博餅11月6日至12月29日 年內這個二個月限定 超級限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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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吃嗎? 謝謝 我們現在先買來吃 買了一個飯粒杯 買了一個香雙蟹 平平的2400的一隻 還有買了一個海膽 我第一次吃香雙蟹 很酸甜 但重點是什麼? 要吃這個卵 很多 早就吃這麼多好東西 一定要動一下身體 接下來的行程 又可以學又可以動動一下 好冷,快進去 以釀製醬油起家 超過百年歷史的40萬屋本舖 至1875年起 以發酵植物聞名傳國 這裡還有一個很特別的雪糕 味道是家河片瓜 柏植 家河甘成眉珍味的雪糕 HANA KINJO 不過這裡並不是只有植物 店舖同時是一間古文居 建築別墅一格 雖然看他的樣子 這間店舖好像是賣業菜 但其實他背後是有一個重大的秘密 跟著我來吧 大家好 是否很有型呢? 新裝束 一晚我來到這裡 準備要體驗一個武士文化的體驗 我順便這一位 就是真正的武士的後裔 所以今天請客 請客 今天我其實是侍孕的孫子 所以 我本身受到的刀 中心的武士 和武士文化 和日本的魅力 都可以展現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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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東西? 真的這是一個箱子 其實這是一個箱子 不是的 侍蚊骨 這是 其實是2000層的層 所以是折得難 曲折得難 這把刀呢 是有五百年的歷史的 現在可以親手去摸一摸 和握一握這把刀 好重喔 拿上手之後呢 其實好緊張喔 而我就這樣看 它旁邊的刀背都幾厚 哇好漂亮喔 這個材料 這個材料是 從玉花椎 拿上手套 我以前的手套用 這把刀的刀是 我以前的手套用 在幕末 今後 200多年以來 金門的邊 就是大戰爭 在京都上 我以前的手套用 而為了 為了 金門的手套用 使用的方法 這把刀是更重的 這把刀是更重的 這把刀釋得很難 這把刀釋一下 筋肉很重要 全身的方法 但是力不是的 是技術 確實 再把刀釋 可惡 這把刀釋得很高 好 這把刀釋得很高 這把刀釋得很高 重中的刀釋得很低 好 一千一杯 還沒開始了 還沒開始了 這把刀釋得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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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esem 알 này 好 才把刀釋成功 刀釋得很低 這一把刀釋得很高 可惡 它很akan 它 bisa一堆 哇 好美啊 切得你看看 橫切面是平滑的 すごいですね まあ 普通ですね 好謙虛啊 老師 アニメとか書説とか 石を切れるみたい 本文ですか? それは伝説ですね 伝説で石を切れたという刀も聞いてますけど ただし普通の兜 鉄の兜とか そういうのは実際に今の達人でも切れる すごい 兜割っていう技ですね 對於冬天的北陸來說 大雪簡直是家常便飯 但偏偏剛好接下来 我們的行程就要從金澤移動去福井縣 大雪之下 我們一直慢洗 終於到達了位於牢原溫泉的酒店 今晚的房間真的很值得介紹給大家 福井縣很著名的恐龍 先參觀一下 門口已經有一個很大的恐龍圖案 圖畫放在這裡 招呼大家 所拍的顏色是用綠色的 大自然的顏色 前面有隻恐龍的公仔 這邊就是睡房 好大 好寬落 還有很多恐龍設計 你看看 恐龍在地下 突然間可以坐去 哇 你看看 結合了恐龍設計 和和式的風格 這裡有個壁畫 也是恐龍設計 看看這邊 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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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設計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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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自然的風情 在這邊 還有一個恐龍房間 獨有的特典 是一隻恐龍的模型 很好 我想小朋友一定很開心 今晚入住的櫻亭客房 在2021年11月 翻身原筆 於另一部份 Coco Michi亭的客房 也是在2021年4月新莊 無論哪一棟都好 全部都是又大又豪啊 我和朋友住在這邊的房間 除了很漂亮之外 還可以有個特別的Lounge 和特別的風呂 是他們才可以浸的 大堂真的很大 這裡還有一個Lounge 剛才看到有人在玩的 日本傳統的玩意 包括有圍棋 還有這個 Kentamak 這裡還有一種 溫泉蛋 搜索體驗 很有趣 外面有兩隻恐龍 這就是酒店的庭院 花園 可以出去 但現在非常大雪 連健身房也有 很棒 這間酒店很棒 而今晚吃飯店 也是一個很漂亮的餐廳 今晚吃的晚餐 就是這個 約合牛的 shabu-shabu 的course 還有A5 rank 約合牛 是福井縣的一種品牌牛 我現在去試試吧 這間餐廳除了裝修很漂亮之外 這裡還有一個Fukuda Bar 她準備了很多款的酒 給大家喝喝喝喝 我今晚就點了回籍料理 這裡全部的飲品都可以喝喝喝 這裡全部的飲品都可以喝喝喝 這間餐廳很可愛 今晚的主菜來了 就是我前面這一盤 A5級的藥俠牛 這個shabu-shabu 所以它有很多塊的和牛片 也有四種肉 超大塊 超大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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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A5級 真的很好吃 很軟 很軟 加上現在真的很冷 所以吃這個shabu-shabu 可以暖回來 真的很開心 來到最後一道菜了 現在是接近聖誕節 所以有些聖誕主題的甜品磨 好 昨晚吃到飽飽之後 今早起床 早餐同樣是豪華級 這間酒店真是豪華美食 溫泉 豪華住宿 一次過享受 住完之後 真心覺得值得推薦給大家 各位早晨 今天天氣終於好些了 昨天經歷了一晚的大風雪 之後 現在變成沒什麼雪 我們現在出發去東陳方 來到福井縣 本來想去出名的恐龍博物館 可惜現在維修當中沒有開門 下次要再來參觀 收到了 外面很大浪 好誇張 說到福井縣最出名的景點 一定有東陳方 我以前一直以為她和珍寶海鮮坊是朋友 原來完全不是那回事 被列入國家明星及天然紀念物的東陳方 以大自然的鬼苦神功來應用實在太貼切了 從日本海湧過來的巨浪 反覆拍打和侵蝕福井北部的海岸 形成延面一公里高達20米的懸崖絕壁 當中的五邊形和六邊形羽毛岩岩柱 更形成全球僅有三處的罕見地質現象 這裡很冷 很大風 因為真的很大浪 但是呢 穿回方圈塔和山羽頭 穿著帽子 穿著帽子 穿著帽子會比較舒服 石頭很漂亮很憤憾 而且海浪很澎湃 東陳方這裡還有了展望塔 一旦來到就上去看看 風景真的很漂亮 這次的旅程就是在東陳方這裡結束 這次是第一次來到福井縣 真的有很多很特別的驚喜 歡迎去到文治蘭會有年紀可以參考到這次行程 還有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影片 還有最後最後就是記得訂閱、留言、讚、分享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